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节目 我是唐丹 今天还是由我跟张强老师 一起为您讲解 2016年全国相机个人锦标赛的精彩对局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对局 也就是郭亚军争斗战 分出唯一胜负的这一盘棋 对阵的双方也是最近风头正进的 王天一和郑维彤 这两位选手等级分也是分裂冠军和亚军 也就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那么这一次个人赛的规则应该说是 对等级分靠前的选手来讲还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每一轮打完比赛以后都重新进行抽变 确保等级分的高分不会过早相遇 因此王天一和郑维彤也是来到了最后的决战场 好 下面我们来看他们的实战对局 在两盘慢棋打平以后 王天一和郑维彤来到了第三盘的加赛第一块棋 这盘棋也吸引了很多专业棋手和业余爱好者的目光 当然现在网络方便了 我也是尽管在赛场 但是这个赛场管理比较严格不能随便进入 我也是在这个房间里通过网络直播来观看的 红方 王天一采用的是先止路 王天一骑风应该说他还是灵活多变的 就是他走布局还是喜欢走这些散手骑 以这种先止路 飞向 骑马居多 他中炮最近一段走的也不少 主要以中炮骑三兵这个系列就多一些 有的时候关键场合他也拿出来用一下 对对郑维彤他可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因为郑维彤的布局研究的是比较深的 对 非常出色 他们两个人布局都非常娴熟 但是他俩路是不一样 有很大的区别吗 王天一是靠中局这种灵活多样的进攻 就是王天一进攻的手段比较多 他对骑的这种攻击的敏日性比较高 而郑维彤是在赛前背后用的功夫比较多 当然王天一也很用功 在咱北军队的时候 我有时候周末回去 其他人都上街玩去了 睡大觉去了 对 我这个训练室没打开 看王天一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摆戏 他跟我交流两句 我摆什么戏呢 怎么设想呢 有时候交流两句 确实王天一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与他这个背后的运功 这个是少不了的 但是在整体的感觉来看 王天一这个运功比起郑维彤又要略须仇 因为郑维彤你看他每次比赛 他走得都飞快 甚至走二十来步 家庭作业都做好了 对 他都不加思索 就慢起他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原来蒋川是这么干 经常走这个大步局 但是可怕的是郑维彤啊 他走摄像区也能走二十几步 不用时间 这个我多次发现 所以说大家都说郑维彤平时肯定都摆好 所以郑维彤这个摆区的效率呢 其实还是比较高 那么在那个行阳那个 他和先进决战的时候 记者采访他 他也说 他说可能呢 大家都用一样的时间 但是我可能摆得比较快吧 这个与他的每个人的方法啊 还有这个年龄啊 各种因素都有关系 因为郑维彤现在 从这个中国高手来看 他最小 刚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呢 精力充沛 记忆力强 你让柳大华 胡荣华 吕钦他们去记 他肯定记不了多少期 那个电脑摆两下 第二天就容易搞忘了 不见得第二天忘了嘛 反正记忆力会大打折扣 那王天一呢 就考虑到这个郑维彤啊 如果走中炮 很难占得他便宜 对 索性呢 我来一个三手站 三手站呢 走飞降呢 又怕郑维彤呢 这个套路摆得太深 也不知道郑维彤 是摆得过攻炮 还是摆得视角炮 反正郑维彤 哪个炮都能走 然后还是走先止路 走先止路呢 这个容易呢 大打出手 容易呢 选择一些 冷门的布局 但是郑维彤呢 从布调上来看的 既然是第一块骑 突然死亡 对 索性我稳扎稳打 不求有功 先求利于不败 那么对兵局 就是在这种 知道思想下 走出来的 当然这个也是 我的个人分析 但是我觉得还比较 符合现实 那等于郑维彤呢 就是采用这种 跟你对兵对足 对 同行的一个 我稍贵一点 不要紧 但是呢 你不能把我 更加奈何 那王天一呢 看到郑维彤 这个布局也太好 他中炮也没还 对吧 他有的时候 跟陷阱什么 跟别人下 他就把七星六 就飘下来了 好 这个 然后以后再 这个期他从二十回合不到 就把陷阱慢棋干掉了 对 但是呢 这些招呢 已经用过了 郑维彤肯定是防范 非常到位了 他也不敢再来了 或者说 他觉得不好再弄 那在百中炮 又变成七路马的 中炮对平马七路马 对 也难以占掉小镇的便宜 索性呢 还是继续贯彻 这个散手的意图 走漂边 这期啊 说来也非常的 就说的 具有戏剧性 这招棋你知道最早是谁走的吗 这个 这个也不太 就是近代高手 最近啊 最近三五年 出现的招 最早这招棋 感觉这个跳边马也是 也怪了吧 记得 对 一般不是马二进三 跳正马吗 对 这个棋啊 恰好是郑维彤先走的 郑维彤在 两年以前的联赛当中呢 经常用这个阵势 赢了很多棋 因为这个棋呢 它步调呢 比较灵活 张老师 那他这个跳边马 是主要是什么一个思路呢 跳边马 是以后有什么一个 这个战术这个进攻方向 他的基本思路就是什么呢 将来看你怎么动 对 他这个 有可能这个边马走完了以后 炮尔平四 这局就亮回来了 对 或者呢 就按那个正常发展 他就向其进武 又变成失向 飞向局 对 很灵活 或者狙击 或者向三进武 都不一定 看你怎么应 看黑方的这个迎对方 黑方是不是也有很多走法 对 黑方呢 有向七进武的 有向三进武的 有居九集一的 有马上进三的 反正这个棋呢 就是 也不一定走哪条最好 因为红方呢 你看 他走了两步马 一步兵 他也没走 也没有走坏棋 对 所以说黑方 你说马上赢得反击 那也不现实 只能说这个棋 再慢慢下 黑方呢 总之呢 比红方少跳了一步边马 还是动作稍慢了一点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还是 具有突然发动攻势的 这种可能 黑方呢 也不能大意 对 先看看黑方 张文雄呢 走的应该说 还是稳达稳达的 对 他选择了一个相参界舞 嗯 他就是说 把自己的阵型先巩固 先把自己的阵型 不走出毛病来 变成了那个 摄像局的阵地战 然后接下来红方 红方就直接这个 帕尔平四 嗯 他还是帕尔平四 对 他这样子也是 直接就G1平2 这样亮出来 对 那红方G9进一 这个黑方 哦对 红 大家先跳出来 我也是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说 黑方也可以走 炮上去 对 先掌炮 这个也有 就变成那个 跟向前级 飞向队这个 拱旗族的 那个旗很像 嗯 飞向队骑马 飞向队骑马 那个旗 他黑方这个时候 走马进马 他风路 嗯 那应该说也可以吧 这个旗呢 就说布局阶段呢 就双方呢 没有形成啊 激烈的对攻 主要是中局 对 这种两个人的对攻啊 就两个人的这种对战嘛 是 他有的是比心理 跟赛事也有关系 比如说 对 啊 呃 比如说咱们俩下四盘 下两盘 嗯 或者下更多 他的打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人产生的心理也不一样 嗯 那这个是快骑的 呃 第一快骑 第一盘快骑啊 就是分了胜负 就是冠冠军 就是成绩就出来了 那作为后手方的 这个郑维同特大呢 也是肯定是 以稳健为主 他想先稳住 对 王天一给不给他 稳的机会 是啊 他目前是稳住了 是 但是终局怎么样 对 因为这个王天一 他这种能力和这种性格 他 他是杀手机的人物 他不能让你这么稳 这个布局是很平稳 但他策略不一样 并不是说我上来 面露雄光 我都要砍你 对 他可能是在中局 这个技巧的地方呢 要展示 对 然后他就向西进武了 哦 还是先居一 先居一进一 然后黑方也居九进一 然后红方呢 也是走着一个向西进武 这个旗子有时候 对 这个又不太平衡 然后向西进武 他是先 也是先捕力手向 也是等待这个战机 嗯 这个旗呢 就是说双方啊 呃 先把步调了 稳扎稳打 对 暂时呢 谁也不愿雷石半步 然后看将来的这个 这个旗呢 不哪去发展 这开局是看着是挺平稳的 对 但是这个走着走着 就马上就是 双方就是终局 这个 还没有到 对 还没到 就说王天一呢 就说的他也没有很着急 嗯 先手呢 也并不是说的 急于去进攻 然后也在不断地 揣摩对方的这个心态 和这个 看对方这个招 好 他接下来走去 就是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就是先跳个正马 就张老师 你说这骑他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这个骑不好 这个看着 这不是以后也能 急于平三这样子出来 这个容易出不底 对 这个位置呢 就这 有点怪 不是 怪呢 可能我们 观众可能不好理解 就是他这马前途 不太明朗化 这样 你不好跳出去呢 就容易受攻 那红方简单的看 急于平六 急于平四 将来给你点上 红方呢 这个阵型呢 要更端正一些 对 他马二进三呢 也是佛齐里的 除此以外呢 黑方呢 也可以先走急于平四 先站了一距 对 这个都可以 嗯 那 选择性还是很多 他不站就红方先站了 对 红方这个急于平六 先亮过来 黑方这个时候 在选择急于一 这个地方呢 还是王前逸 站了一点先手 就是说 为什么 郑文童不先走 急于平四呢 也没搞懂 嗯 可能他总觉得 这个马二进三 一直要跳 所以说 直接跳 那下不去再马二进三吗 也不 也不晚呢 那张儿 您意思就是 这个主要 黑方是不是这个三路马 还是有一个小的弱点 嗯 这个倒霉是 这个因为黑方 选择的双正拔了 对 因为这个等于 等于红方居先过来 对 你又再横居再去对 那你是不是慢了一拍呀 那红方 我们按照正常的 就是实战的走法 对 他不是 他来对居 过来对居 你是对他的居 他不对你 他正好只有评论 那红方最后 通过这个转化 他是明居 对 你黑方是暗居 你看你走了半天吧 你的居呢 是暗了一点 对 所以这个旗呢 还是稍微吃一点亏 说明黑方这个 还是先站了一局 更好一点 对 就我感觉在 整体的这个 士气上来讲 红方的居是先亮出来了 那黑方你要再亮呢 要再做一个动作 对 别人说 那个居一平六呢 感觉也不太协调 那个太远 将来红方兵一进一 这个老马一见 是灯的现实 对 特别是你刚才说 黑方那个三楼马呢 还受制 当然红方这个鞭马呢 也受制 但是呢 红方这个鞭马呢 是比较安全的 它这个根啊 比较结实 你暂时呢 一招转招攻不透它 对 所以说这个棋局呢 就难说了 是 不知道这个 郑文彤这个部局 是不是也研究有所 从实战的过程上来看呢 应该说他准备的 并不是那么重犯了 那好 观众朋友们 这个两个人的 郭亚军的最终的决赛 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的呢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呢 继续回来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呢 讲解 王天一呢 对阵郑文彤的 这番精彩队局 轮到黑方走了 黑方走炮二天 然后红方也走 炮八天 这个局部呢 是同行 对 黑方局一平二 对炮 他把局限亮出来吧 这样子也是 绕了一下 就是红方呢 你看他这个 绕来绕去呢 他还是不让你 这个三龙马呢 活跃 对 这个 他是这么一个思路 但黑方呢 可能就是想在这一带 做文章 他现在走 组九进一 对 组九进一 对 然后红方这时候 也是居六进三 就是红方呢 等于是盯着黑方三龙马 不让他灵活 但是红方呢 这个右翼呢 这个编码呢 也不好 那么就看这两点呢 谁能够利用的好 对 居六平二 这桌 黑方呢 这个炮呢 要处理 对 他选择的是 泡八瓶九 他可能觉得 这个炮啊 是不是平六 将来这个居 少了这居二平六的这个线 对 另外呢 这个他也要考虑到 这个将来是不是对这个编码 要有一个多多一个保护 你说这个时候 红方 对 红方就直接开始马七星六跳马了 这个琴呢 就说的 王天一呢 他整体的风格呢 还是比较奔放的 对 就说的 他还是愿意主动出击 这个他的攻击力呢 要比郑维彤呢 还是有些优势 当然这个优势呢 并不是有那么大 但是他有时候有一点 就是在棋盘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就会强到先机 当然除了红方马七星六以外呢 红方也可以走拒二间二 虚图进攻 我下部看你怎么动 然后我还有拒二平一的手段 这正好是针对黑方这个编码 做一些文章 对 红方有多种这个手段 但是王天一呢 他的个性呢 就是说看到有机会进攻呢 他也不会轻易这个罢手 直接跳马 这个地方呢 就是面对红方的这个 马上要上马的这个压力啊 这个郑维彤呢 显得这个耐心不足 因为这个郑维彤应该说 对王天一也非常了解 因为很多大赛 他俩也是进行了这个 这个多次这个面对面的交锋 对 那其中谁什么风格 谁什么感受 他们应该各种的体会呢 应该也非常的多 他很感觉这个马很活 然后他这个下意识的 对这个马六进七这登着兵 这个以后还有马七进五登像啊 居然是三的手段 其实他这个地方就说的 黑方呢还是应该考虑进行这个防御反击 因为红方马六进七这点已经挡不住了 那你就应该是走居二平寺 居二平寺屏上 这样呢就说对红方呢 这个有点压力 这正好没有打居的棋 打居有一个足迹进一的一个 隔断的一个招法 隔断他吃掉 这个灯回再打 他正好有灯中兵 就说黑方残局呢 也不怎么吃亏 对 就说这个居二平寺呢是一个抢手 这个郑维同啊 就这一招棋呢 没有顶出来 没给红方制造更大的难度 结果这个棋呢 就是最后呢 这个走了一支坏棋 一发不可收拾 实际上呢 就是走出这招棋 确实还很难料 对 就是如果你抛棋平六 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你抛棋平六打 他黑方强度 七足 如果你打狙他拱狙 你狙吃呢他马登 你打狙呢他马 七进五登你中兵 对残局也没有少兵 黑方还多了一个兵 暂时是吧 这个棋肯定红方不满意 那你红方如果走马六进七呢 黑方这个可以 可以这个底线 这底线有一个将军 那炮七斤二先涨起来 黑方就炮了平一 就强行呢 在这个红方的这个底线 给他放一个地雷 对 就是说你登龙向我就飞你 你进去捉 黑方就马三斤四 对 你虽然能吃炮 黑方有橘子平二 他又杀你的棋 对 这个棋呢 红方呢也不能太乐观 对 红方这个左翼也是空门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棋呢就是对红方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威胁 对 红方呢在动手的时候呢 他后防呢还是有很多顾忌的 所以黑方呢这招棋呢我们事后分析呢 黑方也应该这个时候走去二平四 对于红方呢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考验 而他这个太估计这三路马这个受攻 他就直接这个炮二平三啊这么进行一个防守 但是这个位置呢就显得有点单调 对 这个位置就是 他虽然解决了这把六进七 对 但是红方拍马六进四 这又有一个难题了 对下部期红方有一个凶招 他准备马四进我蹬这个像 你像一飞 他去G二进三捉 就把你这个阵型啊 整个杀碎了 所以说这个棋很厉害 这个在中压之下啊 这个郑维彤就不知道这个棋怎么处理好 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灯中像好像很难 这个POWER2和POWER3啊 看出这个郑维彤啊 在这个瞬间的时候啊 这个棋走的还是有点刻板 嗯 是 这个呢导致呢最终呢这个失离 G二平四这个抢手如果走出来呢 确实呢这个 这个最终的胜负是更加难料啊 因为郑维彤呢他也很顽强 他这个综合的能力呢现在也很强 对 虽然说前五年八年呢觉得他的力量还是很薄弱 但是他经过自己不断的这个努力呢 这个现在的势头呢确实还是非常良好的啊 嗯 那现在这个棋呢确实难下了啊 他不是呢他也觉得不安全 他也怕他 不是他可能还是马四镜强行灯像 灯飞桌 你逃跑 G二局五 一马换来像也很厉害 对他将来G五平一桌 什么G二桌 这个黑方这边马也有危险 所以说这个棋走到这儿了 浩斯平二有一些棋 短短的十来个回合啊 红方应该说去了优势了 对 这个棋就是一招不慎啊 当然呢这个面临着这个冠军啊 三连冠的这个压力 郑维彤也是可想说 他结果走了一个马森队 对 这个棋就等于是溃败了啊 是 就是夺冠之前啊 也是有各种压力在 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凡是这个决赛啊 都没有好的这个内容看 这个不仅是棋类比赛 其他球类可能是更 更是这样 就是过程肯定是扣人心弦 对 但是这个细究这个技术啊 没有平时发挥的好 对 这个也是往往也是 现实当中的多次出现 所以大家也能理解 心态上就是使着这个棋 也有一点变形 对 G二桌一桌一点 这个就很麻烦了 这王天一的选点就比较准 他只能 他也只好G二桌 赶紧捉一下这个马吧 这个棋就变成王天一的 个人的表演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王特大是怎么下 马四金六一登 G二平四 跟上 这样红马把中兵砍掉 防守住 这个棋就说的没分手了 对 那可能马一进三又更不好吧 还不是先知个事 对 反正亏呢 肯定也是亏不少了 是 但是呢 可能还不至于速 这要少兵 位置又差 应该说是压力很大 他走马一进三 所以也就是直接马一进三登了一下 红帮 G五平一 G五平一 越走 对 他也只能视四进五 对 先补一手 他这棋为什么要先补士呢 先补士以后呢 将来还多了一个炮的腿衣去防御 对 现在走来走去呢 这个炮啊 被他盯住 他走来不去走了 一走去吃了以后 一吃这个马 基本就被捉死了 对 所以这时候 红帮 这个局面走的也非常好 对 在会计的情况下 对 这个王天一确实是特长 就说大家呢 这个 您可以简单的看一会儿 我们先不把 谜底的揭开 就是这个棋如果轮到红帮 您要是拿到红帮 您怎么走 对 怎么能够迅速的突围呢 王天一真是神来之笔 他真是走这个棋走得很快 这方面确实呢 是特长 他一走 这个棋黑方呢 就是看似呢 还算可以的阵型 马上就崩溃了 对 现在将他还能电鞠 回来防守 那这个棋呢 我们再给大家进一步分析呢 就说马卧曹 现在还实际不成熟 对方能退居 你当然也是红帮优势 但是呢 还不足以当致命 对 还不是最好的走法 那么黑方呢 防守关键的点呢 是这个类居 那么红帮怎么 把黑方这个类居呢 赶走 如果你这个思路连贯下来了 可能想到后边的棋呢 就不难了 对 那个王提一就是很潇洒的 这个氏 一支 对 所以说象棋这个氏像也能打 本来是防守的一个棋子 变成 她的是这样 这个象棋啊 特别符合中国这个文化的 这个内涵 对 就是氏像呢 这些像这个 国王啊 皇帝旁边的这个谋臣测试 对 或者是护卫 她呢 是本身的价值呢 更多的价值是防御 对 但是有的时候 关键的地方呢 她也可以助攻 所以她攻守不是绝对的 对 她虽然不能过河 但是她也赋予了进攻的 辅助进攻的 对 有些残局也是需要视像的这个 对 有时候 比如说直起杨老师的 把这个马给她顶住 也是一种为进攻普点 对 这个象棋这个 有时候奥妙的就是在这 她攻守呢 并不绝对 这下部这个炮七平六 这红方 这一打就把鞠打死 对 黑方很难应对 对 黑方走到这就晕了 对 这一步棋一走完了 这很无奈 这个棋黑方不知道怎么走了 对 这个炮三平四也不行 这一打鞠 躲开这一僵 这炮丢了 对 也不行 她后来实战也没办法 只能强行这个15金四 对 这个15金六 确实很穿神 然后炮击平六一打 对 她也是平炮一打鞠 你只能鞠四平二 这么一躲开 只此一点 那现在红方这个马 六金四就挂脚就出骑了 对 她还挺老练的 先鞠一进一 吃了一个 她先吃一下 对 她把他逼进来 把你这马赶一个更不好的位置 对 又蹬一下 是吧 马一进二 你这个马呢 为了暂时不丢子 实际呢 他也基本上丢了 但是王天鞋没有去捉他 对 他这时候跳马将 对 跳马将呢 反正你上将呢 也是很危险 上将也有马二进三这种走 他没办法 只能降五平四 对 降五平四 这王天鞋呢 他也走得很潇洒 对 直接泡丝巾啊 长起来 他就是说调动这个子力啊 就是水到渠成了 对 这个旗啊 就是说确实也没有什么难度了 是 他呢 现在准备泡一江 将来一落势 就是冲泡沙 你要鞠垫住了 这个鞠就拉死了 基本上也是输定了 那张维同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呢 他选了一个炮三棋 来电炮吧 对 炮三棋一 嗯 洪方呢 就炮子瓶就给他一将 就洪方这棋下的也很简明了 对 就直接这一个交换 嗯 电方只能舔掉 这样呢 经过这轮的简化呢 洪方呢 其实已经基本索定胜局了 对 洪方呢 但是他的入局呢 他也很干脆 他没有去捉呀 还这个炮酒瓶妈 还要再啰嗦一些 对 他洪方呢 就直接去破坏对方视像 他先走马四进二 对 马四进二 同时又吃着鞭炮 对 马灯士又吃炮 这个呢 就是说 我不急于吃死你大子 但是无法以视像摧毁了 同样呢 可以呢 取到呢 锁定胜局的这个作用 就是王天一的这个手法呢 他还是非常简洁可取的 对 黑方无奈 先逃跑吧 对 洪方又一捉 捉得他很难受 对 他索性就是一个弃足 把这个二入局走明 对 反正这个郑伟同意 确实没有办法 也没有时间了 对 洪方一将 这个落势 他先将的道理呢 就是说 你要是进将呢 就马二进三跳进来 他将来这个狙击一 这也很厉害 对 是个先手了 狙击一就 也很厉害 对 这儿呢 洪方就很简单的 把这个炮呢 转化了 这是一个交换 一吃 他腿狙 又一吃 这好吃吗 这个肋 肋上也有一僵 还有狙二瓶六 对 黑方 还是顽强的 去进行防御 然后这一僵 洪方 狙一僵 这个狙一僵 洪方狙一僵 黑方之势 洪方马增将 黑方进将 对 这个入局也是很精彩 黑方下降 洪方狙吃势 黑方马三推二 最后一部棋 洪方四五进六 这个势最后 又起到了绝对性作用 对 又是用了一个势 下部狙了进二 绝上 这个贯亚军决赛呢 最终是王天一呢 获得了这个冠军 在此呢 也祝贺他 当然也是过去好几个月了 但总之呢 他们这两盘棋呢 还是给大家呢 上显了一场了 王者的对局 还是 感谢大家 今天呢 又是陪伴我们 度过了 一个美好的时光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